你知道有多少疾病是跟你的坏情绪有关吗? 今天教你三招,彻底戒掉你的坏情绪 人类90%以上的疾病都跟情绪有关 长期的负面情绪是200多种疾病的真正诱因 当生气、悲伤、恐惧、压力、委屈等等 这些负面情绪长期纠缠你的时候 首先攻击的就是你身体的免疫系统 在这个强大的敌人面前 那些养生、滋补、保健统统不开一击 那么怎么才能戒掉你的坏情绪呢? 这三条牢牢记住 第一条,千万别跟身边的人较劲 你得明白,你身边的任何人 包括你的亲人、朋友、爱人 那都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按照你想要的样子去运行 你想让别人听你的 你就必须给到它相应的好处 这个世界的逻辑就是 努力决定能力、能力决定价值 价值决定吸引力 在自己的价值不够之前 不要指望任何人去符合你的心意 收回对别人过高的要求 向内求 让自己全面升职 让别人来求你 你不就开心了 第二条,停止胡思乱想 不要去拒绝过往糟糕的琐碎 今天的大事 不过是明天的小事 曾经让你哭的是 今天你不也能笑着说出来了吗 所以像你举这个杯子一样 你一直举着 累不累 肯定累 但是这个杯子让你累吗 是你一直不愿意放下 当别人嚼你舌根的时候 你要做的就是 我行我素 永远不要跟傻瓜论长短 道不同 不相为谋 第三条 面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以及别人无理的需求 无论他是谁 用带刺的眼睛看着他 大声告诉他 我不愿意 你把他逼退了 他下次就再也不敢 拿你当软世子了 比如老同学跟你说 咱们搞个A制 所有同学参加 每人必须交500块钱 你说我不想去参加 他说不行 必须参加 这个时候 你就告诉他 我就不去 管他开不开心 你开心最重要 再比如 同事有事没事说 你帮我把快递拿来 帮我买杯奶茶 事后又不领情 这种人就直接果断拒绝 我没空 没空做庸人 你管他开不开心呢 他的开心导致你自己的不开心 何必呢 你得明白自己的人生是为自己而活 而不是为了别人而活 只有适当的自私 你才能够收获更多的快乐 这个话你慢慢品一品 听着没啥道理 但很有用 你会宣伤啊 你会我